悬挂是单轨又被称为空中列车 它作为单轨交通知识的一种 是轻型中速低成本的新型公共交通方式 它的轨道位于列车上方 由钢铁或水泥立柱支撑在空中 列车悬挂于轨道梁下方行驶 车底距离地面5米以上 最高可距离数十米 比起其他轨道交通系统 现代悬挂式单轨具有绿色环保 造价低 建设周期短 战地少 运行噪音小 适应性强 全天候运营等优点 此外还兼具观光功能 说起悬挂式单轨的历史 就不得不提乌帕塔尔悬挂式铁路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单轨铁路系统 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各种事故 但自1901年以来 这个奇特的交通工具 100多年来几乎从未停止过运营 而1988年时 日本首条悬挂式单轨电车 也在千叶式投入运营 1999年 千叶悬挂式单轨总里程达到15.2千米 成为世界最长的悬挂式单轨电车系统 近些年 我国也正式下线了独自研发制造的悬挂式单轨列车 相信这项技术也能为我国交通 带来更多的便捷性和多样性